好 之前刚刚讲到 你跟蔡英文总统丢出来说 有41分钟的录音带 大家讲说 之前你那些闲事的影片 那是你个人的行为 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碰 完全没有碰触 可是当你碰到录音带 而且你跟总统录音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大了 而且如果说你跟总统聊天的话 那有没有涉及国家机密 如果有涉及国家机密 你把它录下来的话 那这些国家机密有没有外泄 你现在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要抗中保台要保护台湾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国防的 一个大漏洞 这跟国防三法有没有关系 这跟反胜的法有没有关系 现在又跑出来一个13分钟 13分钟居然是跟苏贞昌的对话 没错 现在全台湾民众 都很想问罗自政 自政 这真的是你吗 真的是你录的吗 我怎么这样说 王姐 我们跟他讲 他的影片来说 那是他个人的事 但是他录了 原本录了蔡英文总统的事 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夸张 就没有他今天又爆出来 他还录了苏贞昌的音 你的苏贞昌都跑出来 一个41分钟 一个13分钟 当然罗自政委员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所谓 这个境外戒选的问题 问题是被他卷在这里面的 蔡英文总统 或是苏贞昌院长 都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他们只要说 没有这回事 我没有跟自政谈过这件事 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些话 没有讲过这些话就没有了 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 只有他说是境外戒选 其他人都没有说任何的话 而且因为这里面的 这个录音档里面来说话 讲的真的都蛮巨细民意的 比如说像跟蔡英文总统 讲到风水改运的事 驻美人士的事 吴昭谢的事 还有这个赵一祥 这都真的是对得起来 不是连苏贞昌在新北得罪很多人 他都讲 那另外包括说 他这个跟这个苏贞昌的对话 里面来说话 里面是苏贞昌邀请他 当行政院发言人 这个事情也是对得起来 真的都还蛮真的 那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问的是说 你这个录音 到底你为什么会有 这个录音的习惯 那为什么你能够录得到音 那你是录给谁听 还是你要做什么 还是说你录了这两个人 还有别人吗 还是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大家完全都不知道 那当然我们这时候就说 这个是因为我们就讲 牵扯到总统 还有我们以前的隔魁 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 这是国安问题 那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调查局马上就立案调查 问题是调查局 目前的说法说 我们现在获得的 这都是好像疑似是来自 YouTube的这个录音档 我们没办法拿到原始的档案 没有原档性吗 对我们要原始的档案 才能够真正判读这个 真伪的这个状况 所以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 好像这个整个案子来说 选前应该不会有 明显的这个答案 好那刚刚讲到的 跟蔡英文总统 那41分钟对话 看起来非常可能是 在总统府里面 两个人的一个私下的谈话 而今天跟苏贞昌 现在大家也抓出来了 他苏贞昌当时我们要讲 青岛东路有一个 新未来智库协会 没错 他是进到这个新库协会 可怕是他一进去 就把录音笔打开 所以他在离开的时候 还有 你不是只有跟苏贞昌 你还碰到了苏巧慧 没错 像这个整个录音档里面来说 他跟这个苏贞昌录音档里面来说 主要是在什么时间 约莫是在2019年的 当时的这个状况 当时的状况 在发生的状况是在哪里 是在青岛东路上面的 这个新未来智库的协会 在六楼这个地方 这一栋楼的六楼 那就好 这录音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听到罗智震进来这里边 他说我都不知道记者在那边 没有 我说我要去二楼的台湾国 那我先爬到二楼 然后再用电梯走上去 然后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又有一个男生问他说 那记者问什么 他讲了这样 然后后来还有苏巧慧说 不过你是被追到的第一个 对 因为他们才刚死进来 这都是很明显的 有这样的对话出现 然后后来警戒人 他们在讲什么 他到底在讲什么 主要在讲这个 这个苏贞昌就跟他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拜托我 类似苏贞昌的声音 我们都说这些疑似都是 疑似的赢党 这个苏贞昌就说 蔡英文拜托我接下2018年的 这个所谓 所谓隔魁 我实在做拍名 因为2018年选后对台湾不好 对 民进党不好 对 然后2020年 希望能够 这个所谓的能够连任 然后立委能够更好 然后说 这个行政院不是一个人 能够打造的团队 那请这个罗贞昌来担任这个发言人 那罗贞昌就说 这个过去有很多这个事情 他可能也发生过 这个他之前 他说那件事 就疑似2017年 他被爆出来 他跟助理的事 他说可能会影响 这个苏贞昌的团队 然后苏贞昌就说 出事团队会扛啦 那我们就说 这个我们觉得你不错 不然我会跟你提 然后罗贞昌他说 我再讨论一下 我明天10点再给你答案 所以这整个对话 真的 我今天就时间都对得起来 因为时间地点什么都 非常非常接近 是可能发生了事实 所以他又更增添了 这录音的可信性 好 那是这一讲到的 你跟蔡英文总统 那41分钟的对话 我们要讲蔡英文总统 总统不讲 我们尊重罗委员的发言 但不对 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总统被偷录音 那绝对是国安问题 而且刚刚讲的 如果有录音的话 可能不是只有一卷 他可能有两卷 可能有三卷 那总统 这应该出来讲说 没有啊 没有这些事情 我没有跟他讲啊 我没有跟他讲我们家风水啊 没有讲围墙的事情啊 都没有讲 也没有讲说 总统我是个阴地 对 没错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在清朝有一个 百官行书这本书 这把它抄了对不对 就没想到 现在难道你罗智登 是要弄一个百官行书的 这样的档案吗 你看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档案 然后还有这个 苏贞昌的这个院长的 当时还没有当院长 这个苏贞昌的档案 还有谁谁谁谁 难道你有那么多的档案 那到底你那么多档案 你要做什么呢 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 你要先 你不要让这个社会猜 你要让这个社会觉得恐怖 因为民进党一上台 就不断告诉我 你要抗中保台 你要保护台湾的安全 你要建构台湾的防务网 甚至应该讲呢 你还搞了一个 你还打唐凤出来 搞一个苏贞昌 你还能不能说 这网络安全 这不就是一个 非常清楚的事情吗 如果真的有境外 涉及介入 真的有人伪造了 蔡英文总统的音声音 伪造罗智登的声音 那不是很严重吗 那不是影响台湾国家安全吗 我们的政府 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说 没有这回事 那是假的 你眼睛夜上中 目前为止来说 政府的说法并不多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罗智政的这个说法 你看当初一开始 爆发网军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 这是这个假的 是假造的 然后警戒他说 传这个影片是假的 是可能会触罚 然后警戒下来 有传出蔡英文的时候 他当时就说 这个是非法变造 然后警戒下来 洪森汉他就说 你看果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目前为止 爆出这个 所谓书贞探的档案的时候 他今天就没有说话了 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今天的第一个时间来说 他当然是请出了 他的夫人出来 就是说 这个是 这个怎样的状况 要求这个 好像是博大家同情的感觉 你就知道说 他今天就没有说 任何一句话的状况了 而且我们那天 也特别谈到是 之前有一个赵天领 然后有一个马文君 现在又有一个罗智政 你怎样 你是国防外交都有问题吗 对 没错 事实上赵天领 当时我们就看看 说他跟中国友人 相当的这个密切 但是事实上 我们必须说 罗智政委员 我们现在更担心他 我怎么更担心他 你看 这都是我们去找出来 罗智政委员 他去了很多地方 你看 譬如说你看 他曾经在 这个去考察这个太平岛 在105年的时候 去考察太平岛 然后106年的时候 就去考察 乐山雷达基地 的一个状况 然后紧接下来 又去考察 我们南海的这个基地 还有我们空军 IDF的升级的这个计划 去汉翔考察 他去了很多地方 都是绝对机密 那你 我跟大家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当初会 蔡英文总统的录音 你都录得到 那你觉得他去这个地方 他如果也录音了呢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问题 为什么知识体大 是因为 罗智政委员 本身他的身份 他可以接触到的机密 太多太多了 不是我们 希望政府告诉我们说 这不是真的 对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当初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当时蔡英文就说嘛 国安三法修正要快速的这个完成 然后任何人 有不同的立场都没关系 但是背叛国家伤害台湾人民 就要最严厉的处分嘛 那好 那怎么最严厉的处分 我们看到说 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很多 这个地检署 基隆地检署 新北地检署 然后宜蘭地检署 里长带了这个 接受招待去中国参访 这个问题 你看 马上就 这个基隆地检署有29个 马上就给人来招来这个约谈 然后新北地检署 也在约谈一些里长 然后桃园地检署 也是约谈非常多里长 然后还有台中就是这样的 台中一口气约谈了45位里长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话 好像这个罗委员 或是说相关的 没有任何的动作 那当然了 调他就说 因为这个档案的问题 我们要判断真伪 然后又说 为了避免认为 赖国界认为说 这是司法介入选举 你找里长 难道没有介入选举吗 所以我就说嘛 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案件 我觉得目前为止 对国家安全的 疑虑非常大 当然我们必须说 假设这些录音 是真的他的声音 而且是他录的 那如果不是真的 那当然另一张边 但是如果不是真的 你赶快告诉大家 是 公道就没有这回事 刚刚讲得很清楚 你不用什么 跟我扯什么 调查局是不是原始答案 调查局这个声闻比对 没有那么复杂 只要总统出来讲 没有 没有那些事 我没有跟你说什么的事 我们的苏贞昌岳长 也说没有 没有那些事 我们说话的内容 跟这个录音带内容 完全没有关系 你总统跟我报警 院长跟我报警 我就相信了 没错 现在只要当事人 当然罗织这一定说 是这个外面戒选 但是如果你是 相对应的 被录音的那一边 拍板定案说 没有 我们绝对没有被录音 那当然就会没有 所以才说 这个问题来说 我觉得全台湾民众 都在看 接下来这个事情 会怎么发展 好 与谱 这个事情要怎么发展了 上次不是讲 那41分钟以待 然后讲说丢到调查局 调查局不是讲说 他已经立案调查了吗 立案调查 怎么又讲说没有啊 那是YouTube上来的啦 那不是原始档案啦 不是原始档案 有问题吗 大家回头来看 这个整个事情的脉络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觉得 可是假的 所以他们用力去办 后来呢 发现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恐怕有机会是真的 所以就开始踩刹车了 不然其实第二局 王俊丽之前 就有讲过一件事情 他就说在选前 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一定给大家一个清楚明白 因为如果是境外势力 如果是AI生成的话 一定是最优先件 最速件 48小时时间弄出来 结果现在跳个 不行了 调查局长讲过这件事 这件事情 讲完之后呢 后来发现说不太对了 影片一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说 搞不好是被人家弄的 后来声音档出来的时候 发现 嗯 这个奇怪 然后呢 他们在查的时候呢 其实原本是有机会 来把它取证完成的 但后来发现说 如果后续还有话怎么办 所以他们原本是要用一个方式 就是说 这个东西很难去 厘清 因为他的录音档里面 只有男生的声音 跟女生的声音 然后呢 有一段女生的声音 还不清楚 然后这样子 呼呼就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内部的第一部 初步报告出来的风声之后呢 马上 13分钟 怎么还是你 然后为什么会有 这个13分钟呢 因为第一个初步报告里面 就是因为只有两个人的声音 然后呢 还有一段不清楚 那这个报告 这个13分钟出来 为什么我觉得就在打点这个的 因为他是把你 故意的 对 他是把你整个Ciania 就是他所有的场景都出来了 他是给你一段 非常完整的 因为上面第一个41分钟 他是有接在一起的 然后接在一起的话 其实你在鉴定里面 你可以用一个很基础性的方法 这个东西 是不是伪造 那很难讲哦 不是声音伪造 但是两个人接在一起 你也可以说他是伪造啊 所以呢 这一段就是真的是完全打脸 他给你从开始到结束 他挑了一段 完完整整 然后呢 在里面有男的声音 女的声音 然后这个场景 他们今天听完傻 昨天晚上听完傻眼了 昨天晚上 因为有进去 然后呢 还有到电梯里面 然后上去讲话的时候 那个场景出来了 他是一个L型的 苏的声音应该是从这边出来的 然后呢 罗这边的声音 我们先说不知道是不是他啦 但是他的L型的这个方向 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甚至呢 还有其他不知名的幕僚 苏小慧的声音 大家可能听得出来嘛 然后到最后 要他送他离开的时候 还有一个男生的幕僚的声音 其实如果你以鉴定的角度 所以那个男生幕僚的声音说 记者问你什么 对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其实在昨天晚上 台湾的见识专家 大概都被问了一轮 朱贞昌喜相 他是干过隔魁的人 他隔魁干了几年 他没有提拔几个见识专家吗 昨天晚上有一堆的人被问 问完之后呢 这个答案大概就是清楚明白了 所以这个13分钟的录音档 才真的是让这件事情 其实一锤定音 这太可怕了 这代表说真的是近外 我现在相信 对 那真的是境外势力介入了 对 可是这个境外势力介入 感觉上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破口了 我丢先丢录影带 对 丢录影带了以后 你还可以说那是私人问题不处理 然后就给你丢41分钟的录音带 丢41分钟录音带的时候 你还想把它和谐过去 接下来要一个13分钟 对 那接下来还有别的吗 现在代表最可怕的件事情 就是说呢 这个41分钟的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现在来说 不只是节目讨论 不只是陈峰 他们在研究 但这个东西都有人对应 觉得说好 你现在想要打模糊仗 你现在两段接在一起 你就敢说是伪造 来 有黑手 给你一段完整版 这个完整版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复杂 你这个听完以后 你仔细去听 它的整个脉络 都是相当清楚明白的 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其实对调查局来讲 压力非常的大 你现在办还是不办 你要怎么办 然后呢 现在调查局之前 把话讲得那么清楚 不准境外势力介入大选 当然啦 有任何AI的技术 有任何伪造的话 我们就是在48小时内 给你一个清楚 给你一个明白 现在 已经在那边 已经在那边两个天了 你会保护我们 你会保护台湾 然后你就把台湾弄了一个 金光照 金钟照铁布山 把台湾弄得固若金汤 保护台湾安全 结果 这个录音带如果是假的 你应该告诉 赶快告诉我说那是假的 叫大家不要这样子怀疑 你不要再这种怀疑 可是如果是真的话 那不是人家打到我的内部来了吗 因为现在来讲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件事情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罗资政委员长期在哪边呢 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所以呢 他今天 其实 一号二号都已经录完了 总统如果真的是他录的话 总统跟葛回都已经录完了 其他的人 你会不敢录吗 他们这个档案最可怕的是 这男生是到那里去的 那如果是他以委员的身份来讲的话 你叫来委员办公室 我叫你交东西 叫你讲东西 你敢不敢 你敢不说吗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最可怕的是 到底 这个档案 到底还有哪些 到底还有哪些人 都已经被透露了